你看這題目 這A這個集合裡面元素是1 3 5 B這集合裡面元素是2 3 是求下列各集合 那麼首先 這A交其B 那麼 這集合裡面元素呢是A和B 這兩集合共同有的元素 所以呢這是3 再來是A A連擊B 那麼這集合裡面元素 是A和B 裡面元素通通要出現 所以呢這裡是1 2 3 5 那麼A X級B 這是 由A集合裡面元素 我們去拿掉 B集合裡面元素 所以呢 A集合裡面元素是1 3 5 那麼3是屬於B集合的 所以我們要拿掉 所以呢 這是1 和5 這兩個元素 所成的集合 B X級A 那麼 這裡面元素 是 是B集合裡面元素 然後把屬於A集合的 拿掉 所以呢 B集合裡面元素是2 3 那麼3 是屬於A集合裡面元素 所以要拿掉 因此呢 這是元素2 所成的集合 接著 A集合 與 B集合的 G集合 那麼這裡我們寫下 這前面呢 是A的元素 後面呢 是B的元素 所以這裡我們寫下 這是12 然後這是13 再來呢 這是32 再來呢 寫到這裡來 這是 33 再來呢 這是52 再來呢 這是53 3 這個答案 接著 我們求 B集合 與 A集合的 G集合 那麼這時候 前面是要寫 B集合裡面元素 後面是要寫 A集合裡面元素 所以呢 這裡我們寫下 這是21 然後23 然後25 接著 這是31 然後33 然後35 這個答案 我們要寫下 了 了